颱風海葵已經在稍早3點40分 從台東縣的東河鄉登陸 而這也成為2019年 白鹿颱風登陸台灣以後 首個在台灣登陸的颱風 海葵終結4年多來 1472天沒有颱風登陸的記錄 颱風砸時出現颱風眼 海葵從綠島旁近海通過時 綠島測得16級強陣風 台東成功也有15級 雖然颱風眼登陸時風雨趨緩 但通過後另一邊眼牆進來 將帶來第二波強烈風雨 中部跟南部地區的風雨 正在逐漸的增強當中 而在颱風登陸這段期間 其實也為東半部地區 帶來非常大的陣風 我們在台東的人工站 有測得15級的陣風 花蓮日累積雨量 包含玉里鎮和副里香 都已經突破400毫米 是全台各縣市最多 但除了花東 屏東山區也要留意 因為海葵總雨量預測 宜花東山區會累積800到900毫米 平地花東最多有700毫米 高坪山區700平地600毫米 另外新北逐縣嘉義和南投 四縣市山區 累積雨量也介於400到500毫米 不能輕忽 其中在花蓮縣 可能會有超大毫雨發生 也不排除在台東 宜蘭的山區 屏東山區 可能會有局部性的大毫雨出現 有機會在今天晚上從台南附近 進入台灣海峽南部 而到了4號跟5號這段時間 進入海峽南部之後 速度會變得比較緩慢一點點 信仰局說海龜暴風圈 有機會在週一下午到傍晚 脫離台灣本島 但外圍環流會持續影響 南部澎湖金門 解除和利島的路景 預估是週一深夜 海景解除可能落在週二 但仍然還有不確定性 就連美國媒體CNN 也提醒台灣要小心風雨 至於海葵是否有可能出海後 又回馬槍 信仰局說目前看來比較高的機率 是往西前進 颱風行進台灣海峽過程中 接近淮南陸地會逐漸減弱 轉向的機率持續下降 TVBS新聞中的洪峻瑋 差不多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